好 再来看也进口这个大量免子油的复卫箱 它是目前台湾最大的芝麻油厂产量 全台湾第一 世界排名第二 它所生产的芝麻粉 芝麻酱 芝麻油 通通都有很多这个知名的大厂呢 也是它的客户 像顶台风的芝麻包用的芝麻就是他们家的 还有锅贴连锁店 八方云集 麻油也是用复卫箱 虽然目前麻油没有被验出有问题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八方云集已经紧急撤换 复卫箱进口大量免子油 生育瘦创 知名小笼包 李太峰香喷喷的芝麻包 里头的芝麻馅料就是复卫箱的芝麻粉 目前我们是只有使用复卫箱的纯芝麻粉 那现在的部分是由我们自行饭炒制作 身外国内最大芝麻厂 复卫箱生产的麻油制品 包括芝麻粉 芝麻酱 芝麻油 通通都有 像是芝麻粉卖给顶台风 马玉山 加格万岁牌 桂罐 芝麻酱卖给统一和维利 做成调味酱 复卫箱芝麻进口量占全台三分之一以上 每日需要六七十顿芝麻 芝麻产品多 日产芝麻油28顿 位居全台第一 世界第二 像是这个八方云集锅贴店 所使用的麻油就是复卫箱生产的 另外这家四海油楼也被点名使用复卫箱的麻油 根本就没有使用复卫箱的麻油这样 业者纷纷跳出来解释 还紧急贴上标示 强调绝对没有使用复卫箱的麻油 八方云集则是赶紧换掉配方 复卫箱因为进口大量棉子油 引发食安危机 不断受牵连 厂商大动作自轻挽回生育 这位黄建议顾展荣台北采访不到